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正本清完的時候 很開心,鳳Sir又來了,鳳Sir你好 大家好,我們現在在訪定我們就是訪問什麼? 星期二世,星期二世 各位粉絲,我們多一些鳳Sir 我們多一些我們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鳳Sir,我們學習的白頭弓女話當年 這是很重要的,我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和鳳Sir請英 現在習大大就出國了 去了烏茲比亞斯坦、哈薩斯坦 其實這件事都很大件事,對於整個國際來說 我不知道鳳Sir對這一點有什麼特別的觀感呢? 對於習大大出國 習大大出國我覺得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從國際上看 因為尚合組織包括了很多重要的國家 它不是美西方那種 但是可以說,在美西方眼中 這個就是東方版的北約 就是和我們抗衡的 有俄羅斯、有印度、有很多中亞的國家 這些國家第一,國土面積很廣闊 第二,就是天然資源很豐富 第三,人口非常之多 佔全球人口以四分之一計 這樣變成經濟的發展潛力很大 變成西方其實是會很忌憚的 更重要的是它叫上海合作組織 要我們國家的另一個金融中心的城市命名 所以習大大出國 我覺得是會對西方人打壓我們 這個回覆我們的盟友 增加我們的朋友是很有幫助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說一下就是 習大大出國對全中國 包括我們中國、香港、特區 其實有一個另一個暗示 就是領導人到處走 那是不是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到處走一下 是不是 我覺得雖然他根據新聞片看 他也戴口罩 但是我們都要做防護 我相信他們隨時會像我們在香港 周圍帶著消毒液有空噴手 我不知道大卫sir是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年初在香港的時候 每天收拾六七萬宗 我不周圍噴手 戴著面罩 應該要這樣做保護自己 所以觸摸也還未中招 但是我相信習大陸出房的時候 只要你做好保護 就算你不幸中招 而現在病毒變種再變種 你做好保護打齊針 應該重症機會少了 我相信習大陸作為國家領導人 他應該打齊針了 我和你打了三針 我猜想 千萬不要說我洩露哥那些 我懷疑可能會打四針 因為他真的太重要了 醫生會用最科學的方法去評估 為什麼最好 但是他這個出房真的說得很乾淨 因為他出房是非同一般 他可能派律戰書先生 前面去了俄羅斯 都是我們的委員長 都是重要 但是不跟他親自去 所謂新鮮事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二十大之後 我會相信中央可能會對各地檢疫的情況有所鬆動 甚至隨時把各門開開一點點 未必會是太快開 內地做的就是喜歡點線面的 用試鏈 然後有個線鏈出來 然後有個全面這樣做 這種試水溫式的施政方法 可以為共產黨的優良傳統 所以我相信他會這樣做 而其中一個點 最好的點就是我們香港 因為香港第一 他就拍了西方那種 逆的情況 西方現在都不報 我們報而已 我相信我們跟西方的統平是不差很遠的 第二 你也確實香港有三年是回不了 就是回來不方便 我懷疑他們真的會進行減低 現在是7加3 可能香港4加3 4加3已經好了很多 再下去可能他會玩3加0 3加0 或者3加3 接著可能就是0加3 或者0加7 反正他周圍有核酸點 你做著核酸 你做好你的流調 就是你的電話號碼數齊 我覺得內地不是太擔心你的 當然他也要科學檢視一下 為什麼成都好、深圳好、前派上海好 會這樣爆 我停一停在這裏 但我覺得他出房 第一 第一 國際博弈的意義 第二 就是國門鬆動的意義 特別是香港 這個我是非常同意的 基本上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國家的開放一定是逐步慢慢來的 不會很快的 一來到就說我明天就要改變了 這一點也是的 還有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 就發了一些資料給我 他說有一個樓下的鄰居 大概五十幾歲左右 中了新官 大約一個星期前 看到他 他一家三口就出去吃飯 告訴他 他中了 但是康復了 就出現了 在昨天 即是昨天 就遇到他太太和兒子 告訴我 他已經走了幾天 以為好了 但是突然惡化就走了 他就說國家是做得對的 這個不是大樓這樣 他有很多朋友中了 都說有不同的後遺症 有些是健忘 體能差了 腦霧等等 當然這個情況是有發生的 也有些朋友是沒事的 你差不多而已 我和之前 我們一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叫麥叔 麥叔的時候他也是 中了招以前 就是在沙士的時候 中了招 真的身體狀況就差了很多 因為他是醫護人員 所以就很感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還有現在這個疫情 其實還未消退 雖然情況就好像沒有那麼嚴峻 已經是很多人都是輕症為多 但是你會不會有長生觀 我們就完全不知道 這一點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也很期望特區政府 和我們的中央政府 可以談到一個 就0加3 或者是0加7 3加4 就是慢慢逐步開放 其實是最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次看到我們主席 去到哈薩斯坦 其實對於整個國際形勢裡面 會有一個相當大的轉變 證明我們主動出擊 還有在內地的整個政治 應該是非常平穩的 是吧 但是西方的媒體又在抹黑了 就說我們的北區軍區司令 就突然下來了 被另一個人上去 這一個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國家的調動 其實很正常 可能他真的在軍委裡面 就有另外的工作要去做 因為都很年輕 61歲左右 這些情況 其實西方媒體不斷在抹黑了 所以我們呢 就政管清源 一定要告訴大家 有什麼消息 我們是很正確地傳達給大家聽的 尤其是這次去到哈薩克斯坦 我們的習主席呢 就已經說 希望在上合峰會裡面 加強互利合作 而伊朗呢 又入了局了 是不是 然後裡面呢 就一大堆國家 就要一起加入上合組織 那包括 中亞 中東地區 會不會到遲 沙特他們都入了呢 啊 鳳Sir 你怎麼看啊 這件事 我覺得 更多的國家 隨時會加入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更重要的是 印度 一早已經加入了 所以呢 就是 這次也有參會 所以其實呢 因為印度 你要明白呢 是這個 真正的西方的 亞太盤的北約 它叫做 印度太平洋的一個聯盟 一個四方安全會議 其實呢 那個是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能夠將 印度拉鬆呢 對我們國家那個合圍呢 是會有所鬆動的 當然呢 印度也是一個國家來的計算 第一就是印度有些不服氣 我們 我講到他們有些不服氣 就是我們國家那麼強大 它因為它的社會的重聖制度 對它確實是一個 拉著它發展的半腳石 但是它的IT做得好 印度人是真的聰明的 在哪一屆的糾紛 也都確實跟我們 就是它覺得那裡是他們的 我們覺得那裡是我們的 所以中間就有很多恩怨的糾葛 但是呢 正正是這樣呢 我們就真的要 就是要做多些交往 就盡量拉鬆它 讓它不要完全 就倒向西方那邊 每一個國家都會為自己的利益計算的 當然它的形勢對它倒過來有利 它是會盡量倒過來的 那當然呢 就不可能呢 就是正如西方的名言 在外交就沒有永遠有朋友 也沒有永遠有敵人的 只有永遠有利益 因為國家的利益呢 是至高無常 而國家的利益都錯綜複雜 那我覺得呢 我是很高興的看到 就是習主席就出訪 但是呢 你看到一點是重要的 這個消息呢 就是6號的時候 上星期二 這個克薩拉斯坦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有名有姓地說出來的 那就是說呢 他最遲最遲 可能在9月4、5號的時候 就是9月4、5號 就收到這個消息 最遲 然後他就可能盡快通知大家 那他就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講的人 那我們外交部都沒有講過 他已經講過了 為什麼我們上星期 做證本清言的時候都講過 我分析過 這個消息的假的機會是很小的 那就是說呢 在9月初的時候呢 我們國家主席呢 在整個二十大的人事佈局啊 甚至可能二十大的 那個缺移民的初稿 不排除那些開黨大會的時候 代表他有修改 但是呢 大朗呢 應該大精神 大方向呢 應該已經定了 所以呢 就是說呢 因為他內部都有討論 所以呢 就是說呢 二十大警惡局勢應該抵定了 在9月初的時候應該抵定了 但是呢 所以呢 習主席呢 我相信是辦公室啦 或者外交部 才能通知到 這個 克薩拉斯坦 他會出發 這個值得留意那個時間 是怎樣的 這個絕對是 還有領導人出去 當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對於領導人的健康啊 還有領導人的安全啊 各方面 都要去溝通去做的 就是我們也知道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麼對於中印關係 印度如果現在再靠美國呢 我就真的覺得他就 就是有些問題啊 他的腦筋 所以不靠我老美呢 是一個正常的 那麼剛才鳳Sir說得很對 他的總性制度 是會令到他的國家發展 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那麼也都看到很多 機構和跨國公司 就已經撤離了印度的了 因為覺得印度 原來不是想像中的工業國家 而是實際上一個農業國家 以及基建的設施 真是非常之落後 那麼我們看到其實 在印度獨立的時候 他比中國真的強很多的 因為接收了為英國為流下來的 一些資產 鐵路運輸 兵工廠 各方面的隔鐵廠 各方面的資源 以及基礎建設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但是在現在來說 過了幾十年了 由一九四幾年到現在 數十年裡面 其實沒有怎麼變化的 大家看到 人才是有 數學人才很厲害 工方很厲害 但是有沒有辦法去為國家服務呢 似乎是去了英國 去了美國的為大多數 大家知道倫敦市場是印度裔的 很多人其實都簽了過去 就是為其他國家的製造人才 這方面可能是印度有一個短板 他們真的要想一想 我們都希望不同的國家 有自己發展的方向 但是最重要就是 大家各自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不需要為了邊境的問題 又或者利益的問題 爭來爭去 因為這個是沒有意義 沒有意思的 所以的時候 我覺得這次 是很重要的一個會面 尤其是對於我們國家 有機會跟印度去談 那就最好了 雖然教宗說 跟中國沒有什麼約定要聊天 但是不要緊 還有機會的 因為這是安全和防疫的問題 所以慢慢來 我們會和大家繼續跟進 請說 因為出席這次常合組織的會議 他們會不會有 大會就一定會見到 我們習主席、普京總統、莫迪總理 更重要就是 會不會有他們私下的小會呢 這些小會可能也很重要的 因為以他們的領導人來說 他只是見半個小時 見四十五分鐘 所達成的一些默契共識 就可能影響很深遠的 因為他們幾個都是大國領袖 我們不能否認 雖然印度有自己的拖後腳 但是印度也有旁架人口 和南亞的戰略位置很重要 這些都是大國領袖 所以他們私下的會面 可能會對推動兩國的合作有幫助 我相信和普京都應該會 莫迪真是不知道 如果會的時候 那也是世界大新聞 因為十月份還是十一月份的時候 印度會和美國在我們邊境的地方進行軍演 印度會不會因為和我們中國的密切 而取出一場軍演呢 我們外交部已經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就是我們不希望印度 美國加入我們中印邊境的一些問題上 我們應該和印度自己去談的 這一點如果達成共識的話 我相信老美的影響力 在世界的影響力 應該就去到一個新低點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政策法 在參議院通過 這件事就很嚴重 很嚴重 我覺得美國的挑釁無所不用其極 想用俄烏的戰爭方式去挑動我們在台海再有一場戰爭 鳳Sir怎麼看呢 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我們要看大形勢 第一就是西方 特別美國很多政樓公司都估計 未來十年左右 我們國家應該在經濟的總體量 就會超過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 當然是這樣 在宣傳上 或者在真正的形象上 美國是會弱了很多的 因為人家怎麼說 廿文廿武都好 人家會偷偷你 你被人爬了頭 你證明你的制度 真是有些不及中國那種飛躍發展 那樣 它被我們的氣勢會輸了很多 所以現在呢 它是看到它最黃金期去拖我們 所以為什麼由佩洛西8月2日 從傳訪台灣開始呢 它一直加快這個部分 它希望呢 就逼我們呢 在我們未準備好的時候 或者我們的經濟未過頭的時候 甚至它的芯片 一些更細的芯片 的製造技術未能夠突破的時候 它就會逼我們 跟台海有衝突 令到我們呢 就好像俄羅斯那樣 拖入了這個俄烏戰爭的泥濫 同樣的呢 現在民進黨當局呢 都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假如 他們不趁衣 就當於未來 5-10年的黃金期做事呢 那他們呢 就可能 將來就變成呢 被我們國家 通緝的一些 就是違反國安法 分裂國家的罪人的了 所以他們呢 就盡做 真的好像我們廣東人講話 或者香港人講話 盡做了 所以它就會 無所不極的去挑釁 但是我覺得第一呢 會加深它的罪孽 那這個是 始終呢 它要報的 它要還的 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贊成孫子兵的說法 這樣呢 就可以盧而輕兵 是吧 當年三國時代的時候 劉備為了關羽而 盧而輕兵呢 是影響很大的 那也會令到整個熟國的根基 是影響的 現在我們 中美博弈 或者世界的幾強那裡博弈呢 其實就是 另類版的三國演義 不過 三國演義就在我們國家裏面發生 現在另類版的三國演義呢 就是牽涉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國家 那我會覺得呢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國家一定要去尋著 其實最重要呢 就是能夠呢 第一 做好自己的準備先 那麼 現在也有些數據出來呢 就說在疫情之下呢 我們國家確實的經濟呢 是真的不好的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 你那個人流啊 無論是對外啊 或者什麼對內 都會影響的 你現在哪個地方 一有疫情 我和你都很擔心的 立刻那些地方不敢去啊 或者回到中山的時候呢 要立刻做檢測那樣 那所以呢 希望第二個疫情 第一 先過一半 慢慢放鬆 等到那個人流 多了 那個零售 做好一點 那個內部的旅遊業 內部的循環 雖然呢 台北先生說 會內出越啦 但是在我們境內 就是中華民國的境內來講呢 就應該不會內出越的 香港就另外一個情況 香港因為確實需要 跟外面的溝通 那然後呢 再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呢 真是 繼續增強我們自己的 體魄 譬如說 我們的軍事力量 是吧 做我們的突破 將來不要在信息戰上 就被對方癱瘀 現在為什麼俄烏會拖這麼久呢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俄國 俄國很多軍事的調動呢 根本是被 美國 或者美西方 尿如指掌 所以變成 烏克蘭呢 就很容易去 去攻擊你 第二呢就是 由於烏克蘭是一個陸地 歐洲陸大陸的國家 所以呢 它接壤的地方 都可以收到很多武器 跟台灣有點不同 台海呢 整個台海都封鎖了 或者會有另外一種景象 但是那個信息戰 它將你整個指揮系統癱瘓 是真的要很小心的 所以呢 希望我們國家的方便可以增強 那第三呢就是 我覺得在經濟上呢 要令台灣呢 更加是 要不就要不就要我們 它南進就不太成功了 最近你看南進 那就搞到柬埔寨很多台灣人 被騙了去賣豬仔 所以呢 我估計呢 你從政治經濟 還有自己軍事上做好 我相信我們有生之年呢 會見到這個台灣的統一 嗯 這個我絕對相信 但是我們國家一定不會冒盡的 但是這次呢 我們看到 即是俄烏戰爭拖這麼久 其實原因就是 烏克蘭的那個復原太大 有六十萬零三千七百公里 平方公里 但是台灣呢 其實只有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平方公里而已 但是 我就期望戰爭不會爆發的 因為我們國家已經說得很清楚 盡最大努力和平統一 但是如果美國賦予台灣一個國際的地位 那麼這個問題就真的很大 因為我們也知道 如果這樣形成一個習慣的趨勢 那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 是會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問題 還有這是一個短板來的 台灣整個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如果台灣的回歸是可以令到我們國家 在這個第一島鏈 美國的所謂第一島鏈 我們完全切斷了 那麼美國只有沖繩 還有外面一些小島嶼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控制範圍之內 那就不需要很擔心的 那麼國家會怎樣做呢 其實我們碰到一些軍方的調動 二十大之後呢 就應該會有些新的人士會上場的了 那麼現在主戰主和派 其實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不是主戰主和的 而是因時制宜 沒錯 因時制宜 用什麼手法去做 究竟我們怎樣應對 我們去部署 因為中國做任何事情 都是沙盤推熱 我們會這樣這樣 情況會怎樣 國家的策略就不是由一個人決定的 而是一個精英的團隊去決定 而這群精英團隊 其實已經經歷了很多事了 跟西方國家一個所謂民選的領袖 上台 什麼都不知道一笑不通 被其他人掌握了 其實這個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國家的體制 是做得非常完善 那麼我們對於台灣問題 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們國台辦朱鳳蓮發言 在14號上午的時候 在黎恒記者會上表示 台灣的問題是純屬中國的內政 美國的國會議員 炮制涉台的議案 嚴重違反一中原則 中國堅決反對 這是是的 你無緣無故對我其中一個省份 去進行一個法案 對我這個省份 那你搞什麼 這個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你不斷這樣 以及你不斷挑釁 你好像賦予它一個地位 要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這個不是分裂我們國家是怎樣的 所以分裂國家法我相信就會出台了 不是真的不是出台 是真正會在這個動作上去實際的行動 到時候有什麼實際行動呢 我們先看著 因為這件事是國際大事來的 我相信在未來 我們會看到兩件大事 現在一件就是上合組織 中國究竟要怎樣發揮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動作 令上合組織更加堅實 白俄羅斯又要申請加入 那十幾個觀察員的國家又要加入 那美國現在又是台灣這個政策法又起動了 還有我相信很快會通過的 那會不會說在我們的二十大之前通過呢 這一層真的很難說 如果是通過了的話 我想我們會面臨著一個非常驚濤 驚濤蟹浪的時代 其實冯Sir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我們作為這一代人 本來是覺得是一個平靜的時代 但是我們見證了國家的強大和美國的衰落 還有我們又會見到收復台灣 剛才冯Sir說過這個很有機會的 那我們會不會像唐英年那樣內傷呢 我就不會的 你請說 其實唐先生接著江景先生的文章之後 其實是看到商界的不耐煩 因為商界現在擔心什麼呢 就太遲開 他們想11月都不要等 想盡快開外面的關 外面的關 現在應該是 我們現在是4加3 3加4 實際是4 因為它是0,1,2,3,4 即是0日開始計算 0日就是計算1日 實際是4加3 即是4加4 他說3加4實際是4加4 當然後面的4 所以就簡單很多 因為它是給你出來的 最主要是之前有4天在那個檢疫酒店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可能想連這些都壓縮 香港其實我經常都說 阿叔未必是最不可疑 其實最難搞的就是第一 他們有沒有打足針 因為打足針的機會就會變成重症機會會比較小 有個醫生提了我 他說打針就不代表不會免疫 即是不會染疫 但是蔣家徒染疫之後 那個機會會變成重症機會比較小 那進來的人有沒有打足針 第二就是他們肯不肯定期去做那個檢疫 就是那個核酸 第三就是究竟他們現在下載的那種安心出行 是不是有追蹤工人 有什麼事我們追蹤不到 他只知道阿馮偉光當我是印度人 這個印度人過來他染了疫 我幫他打針 但可能他接觸過大衛sir 你接觸過其他朋友 他就出事了 我哪個理由不知道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會覺得 所以我一直都呼籲 特區政府下定決心 是有些 譬如科學防疫做到位些 才可以做好捕捕 保護自己 外商對外開的機會 先對外開的機會很大 接著又對內開 就是和內地通關 但是這個通關都可能是數量的限制 和有一定的檢疫 不過可能是壓縮都比較少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嗯 但是我們聽說 政府內部都有很多問題發生 包括我們的問責官員 其實是挺無奈的 不是 這個其實是決心的問題 所以我到現在都一直說 就是香港 關鍵的問題 其實現在是什麼呢 有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就是 公務員 特別是資深的公務員 就是抓實權的AO 一定要把他們好好 改變過來 你要他們改變的思維 改變做事方式 整個疫情三年來 所有的公務員 特別是公務員 繼續支援工身 一點都不受影響 甚至加了2.5萬元 雖然我明白紀律部隊的朋友 不滿意理解的 特別是警察 因為他們真的太辛苦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整體公務員 就很難再這樣分 因為再這樣分 真的會出一些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固有利益的繁明 現在已經是9月15、6日 9月中了 喂 上陷了兩個半月 我們的房屋問題 一點都在不到跡象解決 大家慢中期待等司令報告 司令報告有什麼妙招 有什麼絕招 還有是不是一定要等司令報告 這個又是 我對公務員和AO的批評 就是固化的思維 不需要等司令報告的 司令報告不是一個 浴皇大帝的勝負 或者聖火令要扔出來才可以做 政府正在運作 那你就照做 我現在還在政府 我還會跟家超Sir說 我會想到什麼 只要你是整個砌圖的部分 就是你不要平衡 你不要條件反射 去做 而是說你已經有大構圖了 大構圖裡面 不過你只是構圖裡面 可能有10個小構圖 那你現在先做一兩個 到時你司令報告的時候 就說出整個大構圖 都還沒遲 是吧 就好過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常說 我們做評論員也好 做官員也好 應該將心比心 我們想一下 既然我們今天 坐在一個劏房 在這裡做直播 當做劏房做主播也好 想賺取一些網上的收益 理解吧 安心立命 和你說 你想想 現在你有一間書房 我有一間這樣的 都叫小書房 這樣的話 你的心情會怎麼樣 是吧 就是 你要想一下 他們會很慘的 而且每天都要面對 還有香港最近多熱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問題 大家當然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因為說起天熱 我們發覺有一批人 不斷排隊 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是吧 知道 這件事一定要說 這幫人戀直時期 我先說一說 我對特區官員的看法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一個問責 盡責的精神 這個不是一份工 冯sir跟我說的 我十冯sir衙衙衛 不是當一份工 而是有一份使命 而這一份使命 是令到你可以不斷這樣去加班做事 這個加班做事不是形式上 而是真正用心去對待 尤其是公務員整個體系要改革的 尤其是冯sir之前有提過大家 其實真正話事的是誰 是常備 不是局長 局長說不到事 其實不是等於一個虛位 你完全有整個公務員體系去做 我們看到所謂的AO檔 不是講局長 是講常備以下的六百多位公務員 這個才是香港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你這方面不做一個改革 不去殺一警白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變成整班人 你就把持著整個特區政府的行政 令到他沒有辦法施政 我換任何一位特首上來 你始終是最重要的那一批人 這個跟美國的隱藏住的那一批人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的 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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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地沒有分別的 但是現在還有一件事 你還未真的能夠清晰 就是公務員體系的改革 當然我們知道葛任雪會在這裏改 因為他現在做公務員學院的校長 但是這個改革其實太慢了 我們自己覺得 真的好像冯Sir在私底下跟我說 你現在整個特區政府 兩個字 你一定要的就是改革 我說了改革 冯Sir交給你發揮一下 接著我們說一群人去說話 好 我們說了很多次了 暫時不多說了 我們就說一下 最近 大家應該去到今天星期五 都還是出現了 這個簽譴聯冊 我都這麼說 第一 人死為大 我不會去這個時候去攻擊英雷王本人 是吧 他的國家以往做了什麼情況 從鴉片戰爭開始 你也知道燒到原明院 拿了那些文物 但是他十年前 還試過在大英博物館 打爛了一套很巨型的田農時代的花瓶 這些對反文明的事情 我今天不算下去了 也都未必跟英雷王本人直接下關 這個要清楚 他作為一個英國人 他是一個愛國者 他盡力去在君主立憲制下 去維護他國家的統一和尊嚴 我覺得是值得讚賞的 因為這種愛國主義 都是普世價值來的 幫你愛自己國家的意思 這是第一點 但是第二點 香港人我看到都哭了 有人跟著又排了很長的隊 應該排了至少四個小時才可以簽名 天氣也這麼熱 我就覺得有些 我唱的比較暖直 我覺得正如我贊成黎霆堯卿 我一位前輩說 他們是奮世特徒的表現 借這件事來表達對現況的不滿 以前劉德華的歌詞叫 《回憶總是美麗的》 回憶一些東西 你去想像一些東西一定是美麗的 正如一些黃絲的GORL說 對那些年輕人來說 他們是接觸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見過真正的殖民統治 他們想像出來一定是很正的 也都無法否認 從84年底 快到9月26日 9月26日就是草千聯合聲明 從84年底草千聯合聲明開始 英國人一直在放權 在做一些事情 令到培養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令到有些人很懷冕的日子 或者自己很有主人翁的精神 我不會一棍子打死他們的 我們要實事求是面對 我們要面對 第一 我們要將英國人在香港做的一些事 包括對我們國家做的事 系統地教育給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你可以說那些一百六年年的事 百幾二百年年的事 我不管 你可以不管 但這是事實 正如歷史上真的有些事實 你就要說這個事實 第二 就是我們也要回到剛才我們說 特區政府的施政 就是怎樣做好些 現在的人又不滿 我真是諒解的 很簡單 對排隊的年輕人 或者一些老闆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住屋問題 你換了李家超了 兩個半月 沒解決 沒見到任何新招 唯一可能是新少少 不可能是新少少 有些曙光的 都可能是在九年之後 在香港九年 才會在高爾夫球場那九公頃 起到一萬二個單位 給三萬人住 一萬二個 香港缺席是幾十萬個單位 還有連這個都有爭議 這個還未拍板 等多七個月的還評 這樣是難怪些人 是會用這種排隊 導演的方式 政治上是很流行 用喪禮去做一些事情 我們國家都經歷過 同樣現在香港 這一批不滿面狀的人 就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特區政府 是要 真的好像我們節目一樣 正本清語 所以假如 家超sir是要做的 他應該就是下個星期 就宣布幾個措施 是可以實施得到的 是吧 我真的有些感覺 個別的高層官員 不是常備 即是更高層那些 真的私下跟我說過 他說 喂 阿鳳 你能否留意到 我們有些少少做鬚的味道 比較容易 我也看到 比如說 你去洗街掃街 去一些貧民的地方 做鬚味比較濃 有些局長我都很尊敬 但是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他需要的就是 你有什麼安決的東西給我 你要讓我有獲得感 我有獲得感 我才有滿足感 你告訴我 喂 阿鳳 你等多五年 等多五年 你有機會上樓了 而且很大機會 那我有一種寄望 人要有希望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香港的基層 覺得自己 hopeless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希望 這也形成了為什麼 這個排隊的隊伍 我們真的要一分為二 有些人是戀直 有些人是不滿現在的現狀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 加上政治上的自由 選舉的被選舉權 國安法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層面 我們滿足不了它的 因為19年的黑暴 這樣說是他們夠由自取的 雖然我穿黑衣 搞到黑暴 所以是他們夠由自取的 這些是滿足不了的 但是其他事情 我們就滿足不了它 但是特區政府暫成被動 這就是我看到最大的危機 這個特區政府的危機 真的很嚴重 我昨天看了 屈永賢小姐的一篇文章 看了她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把大家熟口熟眠的伊利沙伯 即是醫院 又或者醫管 王后大道宗的名字 先改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沒有跟阿鳳Sir合作 因為這些情況 我很同意屈永賢小姐說 你熟口熟眠的 你始終都是停留在英籍的時期 那個問題很嚴重 我以前不覺得有問題 我小時候覺得沒什麼 但是2019年之後 我跟Sky做了一個節目 相信大家有看的 大家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問題 你可以改回很多文學性的一些名字 而去令大家感受到我現在身處在中國的地方 不是身處在現在殖民的香港 還有戀籍情懷的 我去看回印度 說回印度 印度去殖民地化都不知道多厲害 是嗎 是嗎 目的 我節目裡面都說過 不如現在再說一次 目的 在英女王小時候之前 剛剛才把所謂的國王大道 把它改成名 改成一個印度的完全去殖化 為什麼去殖化 因為殖民主義是根本一個恥肉 在一個不平等條約之下 一個侵略略奪之下去做的 我們不可以否認 經過在香港 比普通化 比香港做得很好 但是 喂 你是當初殘殺了很多人 用發動戰爭去掠奪人的地方 是嗎 是嗎 很不同的 是嗎 我們是不可以容許這個情況的 俄羅斯戰爭 我們有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俄羅斯戰爭是完全兩樣不同的事情 俄羅斯 講得很清楚的了 我現在只要去 令到某些地方的我們俄羅斯人民 可以有好的生活 在利亞的問題也是另一個歷史的問題 因為在俄羅斯的旁邊大概射導彈 不知道幾分鐘就可以射到莫斯科 因為它太近了 所以變成 在北約 它加入了北約 它在駐軍 真是一點 一點都不簡單 你就要在別人的核威脅 以及導彈的威脅之下 所以就沒有辦法 所以俄羅斯要這樣做是逼出來的 但是我們說回我們自己 就是 我會覺得 我都贊成是去改一些名字的 但是我們要留意這件事 就不要導入了一個公關書的行證 政府那個名字 因為憲報就做到了 伊爾沙華醫院 可能改為這個 它那裡叫 由華地醫院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這個 由之望醫院 就是它在阿灣那裡 你可以改一個名字的 甚至可以改一個名字 去紀念我們自己的偉人 你叫孫中山醫院 都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 只是改一個名字 是一個公關書來的 你登憲報就做到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接著民眾做了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一個獲得感 你叫我伊爾沙華醫院 就說 現在我看病 就去了孫中山醫院 或者中山醫院 好 我知道是中山醫院 那就改名字 反正孫中山也是語足文長的 但問題就是 我去到之後 都是這樣 輪流得很嚴重 都是隨時會染疫 接著我回到家 不幸好我真的染疫 回到家有間劏房 我就搞到其他劏房戶 一起染疫 那 你叫他做中山醫院 好 你叫他什麼醫院 你叫他做外國醫院 好 都解決不了問題 就一定要雙管齊下 這就是我的提議 這個是 是 獲得感是很重要的 幸福感也是很重要的 我看內地感受到的 不是開玩笑 大家看到我們笑容多了很多 這個是一個 又舒服 又舒服 又自由自在 慢慢生活的成本 是輕 但不是生活成本輕 這個不是主要的問題 而是大家覺得有希望 又是年輕一代 我們看回年輕一代的時候 我們又看回港大 港大那件事真的要再講一講 是嗎 是 港大那件事你怎麼看 我之前都支持我們鄧德成 就是德德主席去做這些事情 雖然我知道有關方面 就對他有點迷嫌 覺得不要那麼阻礙 要對那些學生 現在這個 就是邵氏的學生 就是踢門的學生 那個懲罰已經夠了 已經很重了 我覺得對這個事件 我不是這麼看法 其實你看回這次這個排隊 去吊現英女王 作為對粉絲的表現 其實香港確實有很多人 是想 不可以有很多人 最重要是有一部分人 是想用不同的方法 去表示他的不滿 甚至去反對你現在的做法 包括他們 後來這個點心 都點了出來 有些人在冰箱裡寫 什麼for locals only 就是管理生可以用 擺明做一個族群之間的歧視 這是不應該的 另外就是 當時如果他們成功衝進去 我就是為那個女生的不堪設上 其實現在這個女生 都可能很危險的 因為第一 小事的人 或者他宿舍的人 一定知道他是誰 他不出來的意思 但是他的同學不會不知道 他每天還在學校 現在我們九月 不是放寒教或者暑教 他還在學校 現在他隨時 現在是大一的 那是大件事 還有三年 是吧 就算你是大四的 那你還是大半年 是吧 你隨時會在校園出事 你隨時會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搞你 他可以查你的電腦檔 他可以整股你 他可以甚至潑你墨水都可以 就是有很多很多方法 令到你在大學生活 是備受歧視 備受威脅 大學要做的就是 一定要很強力 記不記得前陣子 在黑暴的時候 他們改了大學的一首 歡迎的歌和紀錄片 去拍攝 那個都不是歌了 我忘記了 總之是一個歡迎新生的紀錄片 他們就把這個新生 就變成說話 都是權貴才能進來 這個其實都是軟對抗的部分 他未必會去銷你大學的東西 什麼打雜搶銷 他沒有做的 但是他用這個方法 這種冷的對待 軟對抗 冷歧視 是更加值得重視的 你想像一下 今天我們現在在香港 大學讀書 我和你這麼喜歡做網台節目 就死定了 每個人都用逐一點的說話 都瞇著我們 我們上學的時候 感覺是會很不舒服 大學一定要嚴厲去處理 家超特首作為校監 沒有出聲 我真的有點失望 這個教育局也沒有出聲 他局長去了這個中大的開幕禮 證明所有大學 其實都是教育局下面的範圍之下 雖然主要是撥錢給他 但是 確實是教育局的部分 是教育局頂端的部分 也沒有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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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個小時候的學生 據聞應該有五個 應該有幾個男和幾個女 幾個男和幾個女 我不知道 因為報道沒有清楚 也沒有行動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有問題 你看到大學的學院 每個跟進步就知道 就是那些 凡事的學生 沒有再受到懲罰 好 停在這裏 我找回一些資料 說一說港大的那件事 其實在前年 2020年9月的時候 他蓋了一個歡迎的影片 二次創作 HKU變成XGU 裡面還有寫了一些很冒犯的詞語 就是變成XGU歡迎大陸新生和老大哥的間諜們 英文社的 那時候呢 就恭喜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出色的考生 就被改為 公學中國高考大學入學考的考生 這樣的一個二次創作 我覺得有一句話 我們中國的醫學說得很好 就是病向淺中醫 沒錯 沒錯 你到病入高方的時候 你才去說我要醫 你有沒有想起 2019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是的 香港的教育局 特區政府 李家超先生 我真的很想你們知道 你如果在這裏 繼續這樣做 是一種姑息養姦來的 尤其是負責香港的管理者 你更加要很清楚 你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不嫌不認去處罰 你只會令到這班人更加囂張 而當他們更加囂張的時候 你最後想去做 他可能會跟你說 你為什麼那時候不教我 你那時候不懲罰我 你現在要我去判終身監禁 你才告訴我 你這樣做錯 你是不是有問題 有時候 我們經歷了2019年的事件 我們真的知道 人是需要教育的 尤其是一班大學生 他們視自己為天之嬌子 而你作出一個這麼離譜的一個狀況 和違反香港法例的 我才不要說平機會 我才不要說內地生 有些朋友跟我說 沒有什麼 這些小事不要將它變形政治化 我心想 不是將它變形政治化 而是這個是事與非的問題 不是因為內地生 就算你是一個 你港大的裏面一個普通本地生 你就可以做的了 還有這班人簡直是傻的 你說地產生的 那你外國來的那些 你又不可以用嗎 你自己用嗎 你有沒有這麼淺薄 所以香港的年輕人 如果你是正常的 麻煩你真的不要去內地 不要在香港讀書 你回來內地 我的朋友回到內地讀大學 是啊 你帶你的兒子 是啊 初中我現在已經 我不知道多開心 我兒子 自由自在 學習上高 又不是有很大的壓力 只要你不要去 跟他考高考的 一起去內卷 其實香港的學生 你可以很自由自在 學習你想學習的東西 還有你的選擇性很多 國家的政策 真的有感恩國家 還有大學的同學 我有朋友 有班哥就跟我說 他兒子現在在成都 讀大學 他發覺大學裡面很有愛的 什麼有愛 是很協助 他的小朋友 班仔 去適應校園的生活 還有很感恩地幫助他 幫他了解整個學校的課程 這個 你在港大 你去到 你一個內地的學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新生 或者是大四學生 像鳳Sir這樣說 我當他是新生 你們這樣叫歡迎人 你有沒有想過 將心比己 你在其他學校裡 在英國 美國就讀 你被人欺凌 你什麼感受 你這個 這是一個很過分的事情 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而是一個是非對錯的問題 你必須要做 而且嚴懲 告訴其他學生 你這樣做法 是違反 我們一貫 所遵守的道德規律 你的道德感完全沒有了 你憑什麼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是內地的 你代表什麼 你跟英國皇室那些種族歧視的人 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是嗎 其實也很想要 沒有啊 這個要小心 最後說 這不是很害怕的 那些人不一定是皇室 是啊 我剛剛看到梅根那宗新聞 為什麼梅根那麼受歡迎 有黑人血統 是嗎 這個很明確的 你看查理斯 沒錯 雖然有些人說她是一個心肌女 這是另一回事 像是說我是一個男士 我是一個年輕女士 我有名氣 接著我遇到一個皇室 譬如說戴衛sir 你是皇室 當然很自然 當然有不同的考慮 哇我們是非常之流邊風 這個是完全可以合理的 你又不是做一些所謂權錢交易 權息交易 大家有愛爾布的某程度上 你再為一個男士加分 因為她是皇室成員 是理解的 大家因為這樣嫁進去之後 有黑人黑衫 被人去歧視 我真的很無辜 你說得對 現在我們這種本地生 我們的師弟師妹 就不應該這樣做 我先停在這裡 因為差不多了 讓你一刻總結了 不用總結了 我如果要罵的時候 罵了一個小時 我也可以 但是我們秉持著政本清源 我們真的想為香港早點 和讓那些人知道 英國人 根本當你不是他的子民 只是你們 是他們的賺錢工具而已 沒錯 他對你好好 其實目的都是為他自己的利益 你看查理斯那一套嘴簾 你就知道了 公開場合 嘴簾是多醜惡 英女王都懂得裝作 始終我要做的時候 我私底下做 陰陰濕濕地做 這個就是他做的情況 但是查理斯不是 查理斯比較直達一點 直接去表達出來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階級地位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好了 今天政府清潔到這裡了 鳳Sir 我們要看的了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鳳Sir的頻道 大會上的頻道 麻煩大家重新再訂閱 還有時候盡量看廣告 真的壓得很厲害 現在很辛苦 我們艱苦經營中 多謝鳳Sir 好了 拜拜 拜拜